小伙伴們 你們有這樣子吃過雙菜魚嗎? 大口跟不滿足 想喝點喝湯好嗎?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 每次我們去外面吃雙菜魚的時候 都是不夠吃的 裡面的魚肉都吃不過癮 所以今天我決定實現 雙菜魚裡的魚肉自由 一次吃個夠 這是在我們這邊市場所看到 最大的一條黑魚 不過也才五斤多 因為我怕不夠 所以又買了一條 我覺得黑魚的肉質來做雙菜魚 會比較好吃一點 這兩條魚太猛了 戴上手套 剛剛都給他搞流血 這魚你看 這魚也太黏了吧 太難道沒多變熱水 還是這麼黏 這兩條十斤的魚 去了魚頭魚骨 其實也沒剩多少肉 而且我吃酸菜魚 一定要吃那種五骨的 所以這個 還要把那些骨頭給去掉 然後中間這裡還有一條小骨 大家看一下 袋骨的這麼多 然後五骨的 才這麼一點點 勉強我們就算他三斤吧 三斤應該夠實現魚肉自由吧 我這個是過濾水啊 有點慢啊 先讓他熬出奶白奶白的湯 這個湯燉成這樣奶白奶白的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這個蒜 胡椒粉 乾辣椒 現在可以了 把它直接撈出來打底 現在就可以下我們醃好的魚肉了 這些骨頭已經工程生腿了 我們只是用來拿湯了 然後現在把它夾少一點 現在倒上我們的魚肉 撒上蔥蛙 開動了 什麼 都是餓了 先喝過湯 對 湯 正宗正宗 有點像外面酸菜魚蛋 對對對 有那個外面賣那種感覺 對吧 嗯 我專門這樣切的 我不一片一片切 因為你在外面已經是上一片一片的 而且這個你看這麼多肉 也才兩百塊錢 超個 相當划算 對吧 對 好吃 一點骨頭都沒有 而且不才就這麼滑 哦 對啊 剛剛不敢燉酒 迫不及待 好辛苦啊 你知道我吃魚肉 我就想這樣都沒有骨頭了 你看 這魚肉 下嘴 真的沒骨頭 嗯 然後再來有點湯 哇 好喝 真的好喝 這酸菜魚就這樣吃 才滿足啊 而且不會很辣 也不會很 不會很甜 對 整個剛好好吃 好嗎 嗯 小伙伴嗎 你們有這樣子吃過酸菜魚嗎 好喝 要嗎 來來你跟大家打個招呼 大家好 我要將成龜 哎呀 怎麼一上了 桌子底下去 香菁脆 都感覺什麼 這裡有霧是不是 對對對 有霧 對 好 好香啊 好香啊 我要比 大家好 我要這裡 你餵 媽媽 她們都想吃了 餵魚皮給你 弟弟最喜歡什麼皮 她們喜歡 她是雞皮啊 辣是不是 都愛吃了 太辣了 咱們不喜歡吃 我喜歡吃 好 一點多不辣 媽我也還要 我要皮 她要吃皮了 媽媽幹 哇 爸爸我感覺我越吃越不辣 哇 弟弟 這個皮好不好猜 媽媽我 哇 她一整塊 爽 大口就是 滿足 我覺得她湯真好喝 什麼不行 她湯好喝 媽媽我還要吃 先一大塊吃 給點清淡 然後再加點湯 不過她醃得很入味 弟弟怎麼哭啊 不知道為什麼 我先吃看看 先去看吧 先問一下奶奶打米飯給媽媽 大碗媽媽來了 哇 米飯來了 OK OK 謝謝你們倆 哇 謝謝謝謝 可以可以可以 要喝一下好看 哇這魚皮 雖然處理的時候非常的黏 但是現在這樣子來吃 還是挺好吃的 最貴硬就是她的魚皮了 我不想吃 整條魚這魚皮是最好吃的 老婆我不想吃了 這個太辣了 我下去下面了 好那你們先下去吧 我覺得搞一塊肉 然後再搞一塊酸菜 先給它包起來 包點酸菜這樣吃 吃點這個酸鹹菜 好解膩 包這個肉吃 好吃 哇你這樣吃 你這樣一整塊吃 這樣一整塊吃 吃吧 好吃 好吃 我這個加個泡椒試一下 其實我是挺喜歡吃這些泡椒的 你用到泡椒糞爪那些泡椒 但是就是有點辣 這樣子再試一下 這個泡椒好鹹 我覺得它是好大塊 這次真的是實現了酸菜鱼肉自由 加一點湯泡泡 這品真的有點那種膠質 QQ彈彈 QQ彈彈 而且那個香味 就魚皮也不恨